大家好 我是旭哥 渡可爱 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这是奥丁神判 那旭哥这一攻略要分享这游戏的最强的课金买法 怎样买CP值最高 怎样花钱可以花在刀口上 花钱要花的有效益 最高CP值的买法 旭哥在这一攻略分享给大家 那你订阅频道呢 记得订阅频道随观看旭哥手游攻略 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 还有礼包码 礼品码 兑换码 游戏的虚保序号 独家最新的 那旭哥也设计这个旭哥手游攻略的MORPG攻略专区 这边有像是奥丁神判各种MORPG的攻略 像是有这个罪群女帮 兑换教学啊 练功啊 一些职业的推荐 还有各种攻略都在这边 那我们就进入游戏了 Let's go 那旭哥独家发现了这游戏有个BUG 或是算是密技的 可以让你重新再领这个 就是职宠 还有这个道具 像旭哥这个七日迁到呢 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重置了这样 所以旭哥现在又要重新领一次 再来讲这个应该是就是不能重领的 他现在旭哥又回到第二天又可以重领 所以旭哥现在可以拿到两个这个就是武器的这个 强化石的箱子 再加上之前这个 第一天这个月牙熊呢旭哥也拿到两个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个算是旭哥独家发现的BUG 或是算密技吗 蛮特别的 在我们道具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旭哥这一只月牙熊呢其实已经用了大概三天多了嘛 三天多一点 然后 他这个期限是七天嘛 但是你看这边又有一个月牙熊的这个箱子 等于是说我拿到两个这个 职宠的箱子这样 还蛮特殊的 那像刚刚那个 就是这个箱子旭哥也拿到两个 就是武器强化石的补给箱 那一样好把他用一样 等于是说我武器这个强化石我多拿了一份啊 所以我东西都是比人家多拿一份 这个算是蛮特殊的BUG啊 因为这个月牙熊其实蛮好用的 植宠嘛 他可以增加这个 智慧上限5万还有这个他会自己帮你就是采集周围的东西啊 每五分钟会探索一次算是蛮好用的 自己帮你捡东西 那他因为七天限制嘛结果我多拿一个啊 然后又多赚这个五万块 那这个还多送你五万块算是蛮特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还是只有旭哥会遇到 这是官方的福利吗 所以算是蛮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只从这个拿到两次啊 然后刚才那个强化石拿来 旭哥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会有这个状况 可能是他们一些BUG吧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就分享给大家这个算是非常独特性的 因为旭哥有去找了一下好像没有 其他玩家有这个情况啊 好像就是旭哥这个 独家遇到的这个BUG 蛮特殊的 然后到两个这个 奥丁上司特别宠物箱 然后到两个 分享一下 好那旭哥接下来讲这个 买什么的礼包呢 CP值是最高的 要怎样把钱花得最高的CP值 那首先我们点这个画面右上角的 取物的符号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 奥丁通行证 那旭哥建议不管你是 克基克多少 奥丁通行证 一定要买 不管你是 微克 小克 然后 中克大克 超级大克 那 不管怎样 这个奥丁通行证 一定要买 他在这个每天可以拿到这个 像是可以拿到钻石200的 200钻的话 你可以拿去这个交易所买东西啊 或是什么的 都很实用 像巨哥昨天攻略有讲到交易所 那交易所你可以 通过这个钻石来买到 很实用的东西 再来有这个 咒文书箱 提速咒文书 战斗咒文书 还有方域咒文书 再来这个很棒的这个是这个 神圣造型召唤一次卷 这个紫色的变身 这个造型啦 传说造型的一个 这个一定要花 这个非常棒 而且花270块就可以拿到 再来有这个 抵抗咒文书 这个有这个 状态异常抵抗5% 然后状态异常命中5% 还有这个暴击抵抗10% 再来 3万金币 金币也算实用 那最后呢 会有这个 洛基暗影项链 他这个可以减少这个 等待时间3% 然后移动速度增加10% 好那 除了通行证 那你假如是维克以上呢 课长级别的话 绪哥建议啊 首推一定要买这个 弗伦克的造型礼包 在这个Cash商店的右下角 有这个弗伦克的造型礼包 那绪哥觉得这个是必买 1320新台币 然后他这个会有这个 保底有会有一个蓝色的蓝变蓝色的造型 这样 这个是必定会拿到 因为有时候你蛮非的 抽不到 但是他这个保底 一定会给你一个蓝变蓝色的造型 那接下来他有这个11次的造型券 那你假如运气好的话你可以抽到纸色以上 那就是恭喜你是欧洲人 那你没有抽到的话 至少你还有一个保底 那这个1320新台币 绪哥觉得这个算是最划算的 就是CP值算是非常高的 所以建议你假如是课长级别 这个一定要买一个 而且他只能买一次而已 这个可以保底拿到一个蓝变 绪哥推荐这个必买的佛伦克的造型礼包 那你假如是这个小克中克甚至是大克长的话 那绪哥蛮推荐你买这个 罗斯克服定居礼包 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买的 在这个Cash商店里面 的这个左下方 有这个罗斯克服定居礼包 那每个伺服器可以买8次 这里面可以拿到这个2000赚 再加上这个魔力武器的选择箱 这个魔力武器选择箱 有这种各种转职的这个 职业的加7剑袭魔法师武器 其中一种 再来有这个魔力头盔 魔力盔甲 魔力手套 魔力之血都是加7的 直接给你加7的装备 再加上有这个 巡露肉牌 然后 怕南鲑鱼 蜂蜜酒 天仙子 各12个 还有这个 急速咒文书 防御咒文书 抵抗咒文书 还有战斗咒文书 各24个 基本上这个礼包是CP值非常高的 而且你这个钻石 钻石基本上是 虚哥建议你拿去这个交易所 你可以买到很多好东西 2000赚基本上可以买到非常棒的东西 那这个是 1320块台币 虚哥觉得这个是算CP值 非常高的 除了刚刚的奥丁通行证之后呢 虚哥觉得必买的就是这个 罗斯克福定居礼包 今天大家一定要买这个罗斯克福定居礼包 你假如是小克以上的话 这个CP值是 非常高的 那接下来在cash商店的 左下角有一个 新手药生礼包 那基本上你只要长期在客进的话 那这个一定要买 每个伺服器都可以买一次 它是分三个阶段的 你第1个阶段买完之后 它就变第2个阶段 第2个阶段买完 升到第3个阶段 那总共可以各买一次 就是这样 那第1阶段呢有300钻加上这个宠物的选择箱 还不错那第2阶段的话 也很好是有这个钻石1200 再加上这个字霸选择箱6个 字霸选择箱这个就是有这个纸装 然后还有这个字霸号角选择箱6个 也是纸装 还有这个璀璨的饰品强化石120个 基本上这个一定要买 再来这个第3个 新手药身礼包 它有第3个阶段 那这个也是很棒 因为它有2000钻 再加上了有这个 神圣造型的召唤11次 还有神圣做起的召唤11次 那还有这个奥丁上市特别壁 这个是可以增加你的能力值 奥丁上市特别壁 绑定的 可以获得额外能力值 这样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 270再加790 再加1320这样 就是 可以各买一次 那基本上这个是非常推的 基本上也是课长必买的 新手药身礼包 三个阶段 好那你前面都课完了 你还行有余力的话 那旭哥推荐你可以买一下这个新手礼包里面的这个 字霸的饰品礼包 那每个伺服器可以买三次 这里面有字霸文章 这个选择箱 纸装 7个 再加上这个字霸号角选择箱 纸装7个 以及这个璀璨饰品强化石 140个这样 那这边呢你可以把这个饰品冲到家室 所以基本上你假如钱很多的话可以来买这个 可以买三次 钱多啊 那你假如是大客厂啊 基本上这些有 数量限制的一定都全部把它买起来了 有数量限制的全部买起来 那基本上在每月每周啊 这些全部都买起来 大客厂基本上没有在怕的 全部买起来就对啦 然后把召唤你抽一抽啊 大客厂就是这样克起来的 好那你不管是这个 维克 小克 中克 大克 或是超级大客厂 不管你是哪一种级别的 花钱的方式呢 许哥都有详细的替你分享 最高CP值的礼包买法 好那今天工业就录到这边啊 这个最高CP值礼包工业买法 这个奥丁神判的工业 大家记得订阅许哥频道 看许哥手游工业 那我们下次见